坐稳了走了 前面那个就是你的车吧 对啊 我们还在冒烟 今天下雨 但是这个车主的车却坏在路上不能开了 所以他骑电瓶车带我过来给他看一下 你听这里面还在冒气泡 现在温度有点高再等一下吧 我好多大的开的温度怎么会高呢 可能是风扇坏了 也有可能是没水了 那我先去吃饭修好了 你给我打电话 好的你去吧 先试一下发动机能不能正常启动 没有问题 现在已经不烫手了 水箱盖已经可以打开了 这里面没有水了 给他加点水 他这个水箱很脏 里面的水都是黄色的 我这一桶水都加完了 应该是有地方漏 但是水箱里面的水没有少 说明只有发动的时候才会漏 这个水没有往下降 说明没有地方漏水 有可能是压力不够 现在给他把水箱盖盖上 现在就等水温表到90度 温度已经在慢慢上升 那温度已经90度了 水温也开始报警了 前面已经开锅了 好危险啊 原来这个水都是从这里漏出来的 风扇没有转 这么高的温度风扇居然没有转 现在我怀疑是风扇坏了 但是拆风扇比较麻烦 要先把大灯 保险杠和水箱拆掉才能看到风扇 这个就是风扇的插头 现在把它拔下来看一下有没有垫 这里面很多泥巴 有垫的13.5伏 有可能是这里面的泥巴太多了 所以导致接触不好 现在给它点断直接接上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 就是风扇坏了 现在再去发动一下 等温度到90度看一下 风扇会不会转 现在又开锅了 风扇还是没有转 再量一下有没有垫 有垫的13.5伏 现在可以确定是风扇坏了 我要给它把风扇拆下来 下雨了 这段时间是雨季 随时都有可能下雨 还好我今天带了雨衣 现在把冷凝器拆掉 冷凝器就先往旁边放一下 这水箱的温度还有点高 现在还不能直接打开水箱盖 用水直接浇在水箱上可以降温 然后用毛巾堵住 水箱盖打开之后 一定要迅速躲开 这里面已经没有压力了 现在把连接水箱的水管拆掉 终于拆下来了 如果直接接电瓶都不行的话 那就真的是风扇坏了 没有反应 那就需要换一个风扇了 给老板打一个电话 老板 你的车风扇坏了 我自己带的机油可以带着换吗 可以的 你把车开进去吧 多少钱 自己带的机油50块钱 机油滤芯带了吗 带了 好就停这里吧 我自己买了一个车油器 你帮我看一下能不能抽干净 如果能抽干净的话 我以后自己可以换机油了 你的意思是说先用这个抽 然后再把放油螺丝放掉 看一下还有没有机油 对就是这个意思 行那我先给你抽试一下 有四根管子 两根粗的 两根细的 这个就是抽油的 你这个买来多少钱 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先把机油标识拔出来 找一根合适的管子擦进去 现在就可以开始抽了 还挺累的 看一下抽了多少了 现在到这个位置了 再继续抽吧 这个车应该有3.5升才对 这里面已经有气泡的声音了 说明快没有了 这根管子稍微擦深一点 或者拔出来一点 有时候擦得太深了 它反而会翘起来 好像已经没有了 再看一下 到这个位置 差不多是3.8升 应该是抽干净了 我来看一下 你看都抽了快四升了 好 我把这些擦一下 你这个车洗得好干净啊 帮我看一下机油有没有抽干净 好的 我现在就给你看一下 拿一个喷接着 有可能还没有抽干净 还有一点点油 其实也算是抽干净了 差不多了 把螺丝扭上吧 还放出来多少 给我看一下 放出来一点点 好像也不手嘛 还好啦 这一点点很正常的 那我要把这个放好以后 我自己都可以换机油了 那你还要学一下 才机油滤芯 机油滤芯不好拆 这个就是机油滤芯 你把半手给我 我试一下 给你 手套 你半手放反了 用力用力 等一下我拿个盆接着 它会漏机油的 这个新的给你 新的密盆圈上面抹一点机油 下一次更好开 然后用半手扭紧 不用扭太紧差不多了 最后把机油加上 这个机油是四升 你要稍微留一点点 还有半身 然后把机油标识拔出来 看一下够不够 加到这两个点中间 往上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去发动一下 最后再点开 在机油滤芯和放油螺丝漏不漏油 没有看到地方漏 这个抽油漆挺好用的 但并不是每一辆车都能抽干净 有少部分车型 这根管子插进去可能插不到底 好了这个我要拿回家了 你要用的话你自己去买一个吧 现在夏天来了 修空调的也越来越多了 我平时在修空调的时候 遇到最多的故障就是漏冷煤 刚好我后面这个车的冷煤已经漏完了 今天我就用我学到的知识来拍一期如何检查漏冷煤 空调减漏的方法最常用的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用打气泵打气 然后用喷水壶喷水测试 第二种方法就是用冷煤减漏仪 第三种方法就是往空调里面加萤光剂 哪里漏哪里就会发光 现在我就教大家第一种方法 第一步先把空调表接上 这个红色的接头接高压管 高压管比较细 空调启动的时候温度很高 不能用手摸 这根蓝色的接头接低压管 低压管比较粗 但是接头比较细 空调启动的时候可以用手摸 摸起来的感觉就是冰冰凉凉的 然后把接头接上 伐木扭到底 现在中间还剩一根黄色的管子 是用来打气或者加冷煤的 这个打气泵有两个孔 这个是吸气 这个是出气 用手摸一下就能感觉到 现在把黄色的管子接上打气 把高压和低压的开关都打开 现在正在打气 气压已经打到了158 现在把高压和低压的开关都关上 然后等待几分钟 看这个压力表会不会下降 如果下降的话就是有地方漏气 现在压力已经下降了 真的有地方漏气 而且漏的还挺快 现在倒一点洗衣液在喷水壶里面 如果等会有地方漏气的话 就会冒气泡 把气打满 像这种接口的地方很容易漏 直接给它喷点水上去 如果漏气的话就会冒泡 这里还有一个接口 这个也不漏气 然后检查压护肌 空调泵主要是检查管子接口 还有皮带轮也会漏 像这种缝 还有这种缝 都是很容易漏冷媒的 现在在检查冷凝气和干燥瓶 把保险杠拆掉更方便检查 然后喷水检查冷泥气 这个上面全部都要喷上水 如果有漏气的地方就会冒泡 这种方法只能检测正面 检查之后呢 冷凝气没有漏 但是我发现这个干燥瓶不对 这上面有很多油泥 应该就是这里漏 喷水试一下 看到了妈妈泡了 那么像这种地方漏气 应该怎么维修 首先用气墙把上面的水去干净 因为空调管道是不能进水的 空调的管子要是进水了 就会结冰造成冰毒 现在需要把这根管子拆掉 拆之前要先把气压全部放掉 这种地方漏气一般都是密封圈老化了 换一个密封圈就可以了 像这种密封圈我们有很多 这一盒子都是 找到一颗一样大小的把它换上就可以了 然后把密封圈装上 再抹一点冷冻油在密封圈上面 这样好擦进去 不会被挤压坏 现在漏气的地方已经修好了 但还需要打压测试 主要测试刚刚修的这个地方有没有修好 或者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漏气 然后等待半个小时 压力表还是没有变 说明没有地方漏气 千万不要把气压放掉 因为可能还有一个地方漏 那个地方就是气门心 现在把接头拔掉 检查气门心 没有猫泡的话就说明不漏气 现在确定没有地方漏气了 就可以把气压放掉 抽中空 加了煤 你们要是想学更加完整的 就去我视频下方购买课程吧 谢谢大家